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230世纪 雷图轰天 王林的神念浩荡,传出的刹那,从他储物空间内,那追随他多年的雷蛙轰然而出 这雷蛙仰天一声咆哮,却是全身雷光弥曼 轰然间就化作一道无尽雷影,直奔王林幽默而去 瞬息间,雷蛙消散,一道血脉之雷出现在了王林幽默瞳孔之中 在其本源闪天外,八道伴随之雷轰轰旋转,天地色变,风云倒卷 确实这修真星啊,不但是大地,就连天空都被一片雷霆横扫 那轰轰巨响,疯狂地传出,震惊所有修士心神 眼下,天空是雷霆,大地也是雷霆 这中间的虚无啊,就仿若是被雷霆包围 更是在天地雷霆的相互吸引下,竟然有一道道闪电连接了天地 那搜寻王林的数万修士,已然不是振奋,而是亥然 他们一生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一幕 看着那雷霆轰轰,一个个心神不由地颤动起来 最后一道雷,这天地我寻找不出最后一道伴随之雷 但我一生逆天,不甘心命运摆弄 欲成为天地之主,欲踏碎之天,鸿逆之地 我欲天道抢七魂,欲岁月争辉修 一生所作所为,或许生灵涂炭,但却无愧于心 我王林行走天地,雷雷两千年 心中坦荡,求的就是一颗逆心 修的,就是一根逆鼓 这最后一道伴随之雷,既然我无法寻到 那便以我一生之修,化作一道逆雷 这逆雷从未诞生在天地 但今日,以我王林之命,让这天地间 从此再多出一道雷霆,取代那往昔的第九伴雷 成为此后唯一的第九雷,你命之雷 王林神念透出一股疯狂与霸道 其身子从盘膝中猛地站起,抬头望天 他身子挺直如松,仿若有一股逆股脊梁 他双目如电,气息冲天 因为他的心带着对命运,对着天地的反抗与挣扎 七百万天地的遭遇,抹去了我最后一丝犹豫 天地不仁,我被修士便要反抗 他凭什么不仁?凭什么操控万灵?凭什么来摆弄我的人生? 王林话语轰轰,使得天地雷霆起了无尽共鸣 化作滔天雷雨,向着四面八方轰轰而去 一道天地初开,从未出现在世间的雷霆 在王林的这一句句话语下,轰然诞生 这逆命之雷无形无影,世间之人看不到 唯有那种心怀逆意,身为逆修者方可察觉 此雷轰然降临,从天地内出现 带着一股对天地,对命运的挣扎 瞬息间就直奔王林,幼木瞳孔而去 刹那融入,王林的幼木内,雷霆本源印记之外 九道伴随之雷就此大成 急速旋转之下,在王林的幼木中 组成了一幅雷图 这雷图啊,刚毅成形 一股无法形容的雷霆之力 从王林身体内轰轰爆发 向着无尽虚无,如火山爆开一般 直接冲去 轰轰之声下,整个修真心的天空 在所有修饰的木凳口袋中 一幅巨大的虚幻之门浩荡地唤出 此门无限之大,弥漫天空 仿若他就是这星空之门 天地之所,将其打开 就可冲出这天地之内 第三步 统治大门 四周修饰中 立刻就有几人一眼认出 却是神色骤然大变 身子颤抖中啊,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此门刚一出现 王林立刻清晰地感受到 旗上传出那无法形容的强大之力 似乎在其面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只不过是灰尘一般 即便无法撞破 我也要试一试 在这一刻 王林不再藏身 而是右手抬起 向前一撕 轰然中 他藏身的禁制被瞬间撕裂 其身子骤然而出 展露在了天地之间 他右目雷霆本源之盲滔天 四周九道伴随之雷旋转 形成了雷图的刹那 王林仰天发出一声大号 以我雷修本源 破开这天地大门 雷图 谢 在其话语传出的刹那 他右目瞳孔光芒万丈 直接冲出 却是在王林的身前 形成了一副千丈大小的 磅礴雷图 这雷图轰轰 刚一出现了 就引动天地 一切雷霆 它是雷霆之主 是王林雷修凝聚 自创的雷图 被我破开这大门 王林怒吼之下 双手抬起 仿若支撑的雷图 整个人拔地而起 直奔天空 那巨大的门 轰轰而去 远远一看 王林已然化作了一道雷霆 他的身子 他的原神 他的意念 他的一切的一切 全部都成为了雷霆 这是一道逆天之雷 死雷轰轰 向着那空之大门 疯狂地临近 越来越快 越来越近 四周数万凶事 此刻却是一动不动 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眼中的亥然凝固 心神的震动 轩然而起 打开了这大门 就可成为第三部大门 王林速度轰轰 化身成雷 在瞬息间 就临近了大门 狠狠地批在了上 轰轰之声 在这瞬间疯狂地回答 惊天动静 仿若撕立的天空 卷动了大灯 就连星空都颤了 远远地传递开 王林化作的雷霆 轰然间落在了大门之上 展开了无法形容的崩溃 这股力量 欲要撕开天地 其内蕴含了王林的雷霆本源 更蕴含了天蕴之雷 地戎之雷 圆化之雷 死寒之雷 道义之雷 灵念之雷 还有那被王林创造而出的 集结之雷 血脉之雷 与那最终的逆命之雷 轰鸣中 雷霆骤然崩溃 王林身子焕怀而出 喷出大口鲜血 身子被那反振之下 直接倒卷 轰的一声 落在了大地之上 那空之大门 纹丝未动 王林猛地起身 低吼中再次冲出 双手掐绝之下 雷图再现 却使他全神雷厉 疯狂地灌入 使得那雷图 轰然就化作了数千丈 再次随着王林的怒吼 冲向那空之大门 给我开 开 王林的声音 传遍整个修真心 震撼了四周 数万修士心神 他蒸蒸地 看着王林所化的闪电 再一次 与那空之大门碰撞 心神骇人 若是换了他们 怕是没有人 有这个勇气 可以展开 如此疯狂的冲击 轰轰之声 绝天地而起 化作阴浪浩荡 王林的雷图 再一次崩溃 他全身传出 喷喷之声 喷出鲜血 全身血肉模糊 重新落在了 大地之上 那空之大门 自始至终 没有任何的变化 哪怕一丝都没有开启 缓缓地 就要消散在了天地之中 我不甘心 王林眼中血红一片 充满了疯狂 在那大门 将要消失的刹那 他又一次冲起 双手掐绝之下 向外猛的一回 却是天地轰轰 天空的雷霆 向着他急驰而来 大地的雷霆闪电 同样涌动 疯狂地来临 我为雷霆之主 这星空内一切雷霆闪电 给我宁 伴随着王林的话语 这修真心上的雷霆 疯狂地来临 更是在这修真心外的 星空中 百里 千里 万里 十万里 百万里 千万里 千万里 放围星空 在这刹那间 出现了无尽雷霆 使得这千万星空 成为雷池 这雷池涌动 齐齐向着王林 所在的修真心 疯狂地冲去 在这一瞬间 王林仿若成为了 一个巨大的漩涡 吸引了所有雷霆来临 融入体内 卷动星空 形成了一个 数万丈的巨大雷图 这雷图轰轰 蕴含了王林的不甘心 在凝聚而出的刹那 王林仰天咆哮 第三次冲了上去 雷霆之声 惊天动静 这数万丈雷图轰然间 就直接撞在了 那将要消散的空之大门上 在这一刹那 王林身子巨震 雷图轰然爆开 崩溃 一股无法形容的冲击 向着四周疯狂地横走 王林喷出鲜血 全身更有血肉爆开 被这冲击一碰 直接倒卷出去 那一直纹丝不动的大门 确实在这集合了 王林全部雷霆之力 与匿命的信念下 同样发出了轰鸣 那大门竟然略微地 打开了一道缝隙 这缝隙尽管很小 但却是真正的打开 虽说距离完全开启 上海隔着很远 但这缝隙的打开 却是让王林看到了希望 天空中虚幻而出的 那无尽大门 缓缓地消散 王林身子被那冲击卷动 轰然间落在了大地 传出巨响 短暂的寂静之后 四周数万修士 也不知谁先喊出 几乎同时把目光 落在了王林落下之处 杀 此人冲击第三部卫城 依然重伤 杀了他就是大功 他就是毁灭闪雷族的元凶 杀了此人 立刻明镇太谷 此人秀为强悍 不能给他恢复之计 要立刻将其灭杀 随着一声声杀气滔天的话语 疯狂地传出 这数万修士顿时积极而动 展开神通法宝 不惜一切地冲向王林所在之地 整个天空都被法宝之光弥漫 神通处处 化作一股毁天灭地之力 直奔王林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他尽管此刻受伤 但以他的心智 却是早就有了准备 在那些神通来临的瞬间 王林双手像着大地一样 低吼中猛地掀起 整个十万大山轰轰巨响 骑上雷霆闪电游走 在那剧烈的声响下 王林整个人一冲而出 但在他的身下 那十万大山轰鸣 被闪电生生地从地面上抬起 浩浩荡荡地随王林升空 无数凶兽惊慌逃遁 大量的树木坍塌 掀起滔天成物 这一幕太过惊人 立刻就让四周修士眼中 再次出现了骇然之色 十万大山 说来只有四周 但实际上若是肉眼看去 任何人都会心神震撼 那无数大山在闪电游走下升空 环绕天地 更是在王林低吼中 双手向外一挥 轰鸣惊天 那十万大山之上 雷电轰轰 却是化作了十万雷山 向着四面八方 疯狂地撞击而去 法宝 神通 与那无数雷山 刹那就碰到一起 形成了惊天动地的巨像 更有大量的修士 山躲不及 被那雷山撞击 顿时喷出鲜血 肉身崩溃 还有一些 就连元神也都瓦解得干干净净 但若仅仅如此 显现不出王林的手段 王林尽管受伤 但那是在 第三步割膜 空之大门下受伤 他雷厉修为达到了碎孽大圆满 更幻化了空之大门 等闲修士 绝不放在眼里 十万雷山 并恨我之雷霆 化作十万风雷 以身镇压 虽说不能将你等镇压终身 但却足以让王某 从中离去 王林冷笑中啊 双手一挥 吸引了无尽雷霆 轰然散开 融合那十万雷山之中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